那么淘机爆发群聚感染 对此呢 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又有什么最新的重点呢 要把时间交给记者家瑜 好 主持人 欢迎来到这个小时 国会大现场我们邀请到立法委员洪梦凯 是 大家好 是 委员早安 今天来聊有关于这个边境岌岌可危 怎么说呢 因为昨天新增了四例的本土病例 那这个呢 是不是群聚案所爆发出来的呢 有三例呢 是淘机的清洁工 有一例呢 是防疫计程车 不过呢 在这个旅馆群聚案爆发之后 又爆出了这些事情 一直爆 一直爆 会不会变成了边境的破口 甚至大家非常担心呢 就是我健健康康的回国之后呢 可是因为隔离期变成了7加7 隔离期又在改 所以回家之后呢 似乎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染疫 就传染给了家人 那这样子的话呢 感觉好像防疫管道变成了染疫之路 是 其实刚刚嘉瑜讲的这一个部分 确实我们在注意到 这一次的一个染疫的风波 有两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部分 确实这就是现在大家所担心的 第一清洁园的这个染疫呢 他其中发现的就是现在的变种病毒大魔王 也因此我们讲是说 这个变种病毒大魔王 如果说没有办法守住的话 确实对于台湾的这个疫情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部分是这一次染疫的四名本土案例里面 其中有一粒是防疫计程车 这个是过去到现在去年 今年这两年多来的时间里面 并没有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说防疫计程车上面 都有做相关的隔板 并且清销等等的部分 也因此防疫计程车的司机员被染疫 这代表是说可能中间的这个SOP 是不是有漏洞或是有遗漏的地方 造成说这个防疫的破口 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值得我们现在关注的 我想两个部分 先来做一个厘清 第一我们绝对要求 回来台湾之后的防疫旅馆 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的防疫照顾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国外回来的旅客 他住到防疫旅馆 总不能说防疫旅馆照理讲 应该是最安全最干净也最令人放心的 但是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案例 是在防疫旅馆里面 疑似才做这个群聚的感染的话 那这样子就造成这个破口 而且会让人家更没有办法接受 防疫旅馆本来应该是安全的 没想到居然变成是一个病毒散播的 一个群聚地 这个是国人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 而防疫旅馆本来就是各地方政府 控管的一个场所 因此防疫旅馆的这个防疫作为 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第二个部分更重要的 就是说现在回来所谓的7加7 那7天是集中检疫 7天是自主隔离 还有所谓的7天是自主管理 所以其实应该是7加7加7 那这样的一个7加7加7 其实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 其实最主要追根就底 也是认为是说 因为当时的疫情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而且因为国内的防疫旅馆 跟集中检疫所一味难求 大家知道说今年农历年 很多的民众都要回来台湾过年 也因此才会 折中的变通方式变成是7加7加7 可是检疫的这种集中管理的时间 绝对不能便宜行事而变成破口 也因此我们一直强调 在所谓的7加7 第一个7跟第二个7的中间 PCR的检测 以及自主的快篩是不是都能够确实的到位 并且严格落实 当第二个7回到家里自主隔离的时候 一定要能够确保 他是完完全全遵守相关的规定 没有在外面啪啪走 或是没有在外面 有任何其他的传染的途径 所以我想现在是一个严峻的时刻 当然我们还是有信心 因为国人大家都还是有戴着口罩 都还是有做好一些相关规定 但我们更不希望因为一时的疏忽 而造成台湾防疫的破口 是 那另外讲到说 要如何防范这个变种病毒 或是新冠病毒 现在有Omicron Delta 还有Alpha 还有很多的变种病毒都一直在出现 不过你要如何防范 专家都说打三剂才有用 不过现在打三剂 指挥中心是坚持要间隔五个月 专家就认为说 其实不用间隔这么久 应该要尽快去施打 才能够防范变种病毒 到底指挥中心在坚持什么 这一点我说实在话 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医学专业 我比较没有办法用我们 不是医学专业来去要求 或说来去认为是说 到底五个月合不合理 或是合不合乎规定 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出一样 也要请疫情指挥中心 不要太本位主义 应该先看看说其他国家 欧美先进各国他们怎么做 因为毕竟欧美先进各国的做法 绝对值得我们参考为什么 第一他们施打的范围比我们早 第二他们施打的数量比我们多 第三他们施打的对象比我们广 也因此如果说欧美世界各国 他们现在每天的确诊人数 也都是有居高不下 但是有一些欧美各国 他们已经把确诊的人数 视为是一种相对来讲 是比较常态化 因为只要能够把重症率给压低的话 这就对他们来说的防疫是一种成功 那一样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防疫的角度 其实不完全相同 像台湾现在在疫情指挥中心的 这个要求跟坚持下 都还是希望是以零确诊 零验出来当作是一个目标 我们都尊重 可是不要忘记 疫情指挥中心也应该要去参考 欧美各国他们的做法 是不是一定要坚持五个月 还是其他的国家 他们可能有三个月 有四个月等等不等的情况 那他们的考量点是什么 他们的科学数据又是什么 以及他们的医学报告 医学的判断又是什么 我想这些部分都值得我们来做参考 还是强调一句话 既然现在疫苗相对来讲是比较充足的 而国人施打疫苗的意愿也是高的 大家也都认为说 能够多打一份疫苗 多尽一份心力 就可以防护疫情 让疫情不再蔓延 国人都有那么好的一个 配合防疫观念的时候 疫情指挥中心真的可以开大门 走大陆广听所有的意见 我想这对于防疫会有更确实的帮助 是 今天谢谢委员 谢谢 辛苦了 好 刚刚有讲到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 变种病毒里来势汹汹 继旅馆群聚之后 又爆发出了桃园的清洁员染疫 然后还有黄英计程车染疫 就代表说社区恐怕病毒会进入社区 这点民众非常的担心 不过担心的同时 大家也非常关心说 要怎么样去防范变种病毒 需要打三剂疫苗 不过三剂疫苗还是需要间隔五个月吗 立委洪文凯就质疑说 就应该要以科学证据来说话 指挥中心也应该要定定一套 防疫的基本标准 来告诉民众说 怎么样才能够如实的防疫 以上是这集的国内最新 我们将镜头交往给Pony主播 感谢观看 positive 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